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方茶老酱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我们的走读日本 这还在报名 有兴趣朋友少少二维码 跟青铜加一下联系 就知道具体的情况 谢谢 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 都逃不过四个难题 我们要时刻警惕 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 我把它归纳起来聊 有这么一句话说 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 因为关心政治 不仅值得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美国第二任的总统约翰·亚当斯 则深刻的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 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 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艺术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 这么说呢 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 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的副业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因为缺化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的感受 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和琐碎 当然也有人陷入了抽象的概念 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比如说某些喜欢宏大叙事 自我陶醉的文人 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 视而不见 对政治秩序的走向风险 漠不关心 有些人被信息减防束缚 陷入了情绪的宣泄 意识形态对立 比如社交平台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 其实你可能宏观来看 都是细枝莫及的问题 敌对势力啊 贫富差距啊 性别对立的海外战争 所以呢 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过程 去提炼出更重要的政治的问题 就会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 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那么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 其实都可以聚焦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恰好对应了 四个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这里面有一本专门的著作 等下介绍大家去传业和观看 首先这是包刚生一本书 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 他就讲了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或不是问题 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 包刚生在那本书说 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 法律的执行者 这个秩序的提供者 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 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国王 这就是所谓的货布式的问题 没有国家或就没有秩序 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 没有财产权 也就不有任何的公平正义 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一个国家转型 陷入危局 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 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 都绕不开货布式问题 货布式 而第二个问题 是阿克顿问题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必须限制权力 所谓的阿克顿问题 就是对人类 为什么要限制权力的 追问和解答 人类需要国家 但是国家的权力越大 危害就越大 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 就越绕不开阿克顿的问题 为什么必须限制权力 第三个问题 洛克问题 洛克问题说 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 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 必须限制权力 但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也就是如何建立一个 有限的政府 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这是英国思想家 约翰·洛克 首次提出 有限政府的构想 什么叫有限政府 以宪法限制政府 和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 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力 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 无论是限制公权 还是保障私权 核心就是以分权制衡 实施法治 所谓的洛克问题 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 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 但很多国家实现有限政府 前路依然漫长 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落的地方 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洛克问题 接着是托克威尔问题 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翠权力的政治发明 除了限制政治 还有民主 当然一人一票 毫无门槛的民主 看起来很诱人 天然具备仇视精英 享乐主义 政治对立 社会原始化弊端 民主最大的危险是 当多数人变成绝对权威 民主很容易被寡头 操弄 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雅各宾派 苏联的十月革命 斯大林体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事件 都有这个问题 所谓的托克威尔问题就是 既然你没有办法阻挡民主 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威尔的回答 民主只是手段 自由才是目的 权力无论如何产生 归多少人掌控 都是危险的 都应该极力的限制 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 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 就越绕不开 托克威尔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很突出 这四个问题恰好是为如何实现 良善政治 这个人类最重要的命题 提供了一个统一性 创造性的解释 这四本书 四个大师的问题 就能读懂 人类政治的现实 本质和未来 这就是包刚生 一本书 叫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 的主要内容 当然要加深理解 包刚生这些观点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什么是文明倒退 有七种的征兆 第一个征兆 文明的倒退就会出现 第一个征兆 是集体性的自大和狂热 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须使其疯狂 这个历史上有太多案例 证明 一战前的沙王帝国 向十一个国家开战的 大清国慈禧太后 还是二战前的希特勒 二战中的东条英基 自大狂热是共同的特点 而崩溃和灭亡 是共同的结局 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 所以呢 由于历史学家 叫杜兰特他认为 人类历史 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 我们首先要学会的是什么呢 谦逊 第二个文明倒退的征兆 是竞争和选择逐渐的消失 也是杜兰特说的 生命既是竞争 生命既是选择 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 受到生物界落陋 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 竞争和选择 伴随了人类文明发展 整个过程 是切保文明 不断推崇出新的动力之一 当然在某些地区 人们却用体制的安排 代替了竞争 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 某些人不能上学 某些人可以经商 某些人只配消费 这让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 文明就因此陷入停滞 甚至倒退 这个我们都经受过 而经历过 第三个文明倒退里 斗争和封闭 代替合作 也是杜兰特的观点 文明是什么 文明是合作的产物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贡献 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 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 合作总是很普遍 他们的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 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比较多 有的地方是相反 社会总是封闭 而且很封闭 彼此之间缺乏合作 取而代之的是 无所不在的斗争和请杂 拒绝向外界学习 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 包括圣诞节 这些闭门造就的地方 文明注定水土不服 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 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和变化 这是第三种文明倒退的真兆 第四种 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 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够大体上 不断的重复 一个重要原因是 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的反慢 一代又一代人过去 国民的性格却没有太多的改变 无论怎么改双换代 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的因素 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的崩溃 杜兰特说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 而在于人性 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 如果一个国家 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 持续处于衰退之中 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也必然会倒退 你成立多少精神无名办公室 没有用 无奖四美多少热爱 没有用 第六个文明的倒退 是激进主义大行其道 也是杜兰特说的 社会的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 那些抗拒改变的老鼠派 以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的价值 甚至可能更有价值 因为根虚深厚 比枝业繁茂更加的重要 可惜的是 人类的历史上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 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 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的自由 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 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荡不安 法国人这种传统 这种思潮传遍了全世界 一读至今 当然也包括他到了俄罗斯扎根 俄罗斯又传到了东方 第六个文明的倒退叫 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 这也是杜兰特说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 可以借助暴力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在分配 而得到周期性的繁茧 但是业必须意识到 不同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式 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借助于法律 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对文明的伤害有限 但采取暴力手段 杀户继贫平均财富的行为 历史上并不罕见 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映 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 变成是一种犯罪的时候 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困的陷阱 实现卢义式的平等 第七个文明倒退的象征是 强制推行乌克邦主义 乌克邦主义通常向人们 取落最美好的未来 全能的政府 充分的福利 平等的社会等等等等 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 乌克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 必然结果 但杜兰特却以雄变的史实证明 乌克邦的冲动 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 因为他会永远地伴随在 人类社会 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 强制推行乌克邦的行为 哥们 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 社会实践的小老鼠 带来了只有匮乏 混乱 腐败和大屠杀 如果失去了文明 只有一个结论 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 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 总结至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 这部有1500万字的世界文漫史 它的意义 不仅仅在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警示 而是要鼓励人类铭记 有价值的仙人 文明的倒退 人类要面到了四道难题 老杨到处说 在这里跟大家再做一次认真地分享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 väldigt长期的感觉 听到的